早安 欢迎收看5月7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林怡婷 首先提供给您最新的地震消息 是在巴布亚 牛几内亚 台湾时间的早上5点19分 发生了规模7.2的强震 透过图卡可以看到 这场地震的深度有127公里 属于中层地震 而因为震源深度的关系 虽然目前还没有传出灾情 不过规模超过了7 岛上居民仍然能够感受到剧烈的摇晃 而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则表示 目前没有海啸的威胁 还有一场油罐车的爆炸意外 发生在西非内陆国家 尼日的首都尼亚美国际机场附近 造成了至少58人死亡 37人受伤 不少人都伤势严重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就是发生爆炸的油罐车 整台车都被烧到焦黑了 横躺在铁轨旁边 这台油罐车在当地时间的5号 晚上11点首先翻覆 民众看到是赶紧去现场收集 窃取溢出来的燃油 没想到就在凌晨3点 突然又大爆炸 初步调查可能是民众骑程的机车 带来了火星而引发爆炸 关于我们的地球生态联合国公布了最新报告 表示恐怕有100万种的动植物面临灭绝 珊瑚礁上方飘着大量的塑胶垃圾 这是现在海洋里的样貌 联合国表示数十年来 人类的活动危害了森林 海洋土壤和空气 导致大约有100万种的动植物 恐怕要在数十年内灭绝 并且提到了如果要翻转危机 就需要变革性的改变 也就是要改变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做法 而天气的异常变化 也是地球受到影响的结果 看到德国中部的山区 现在明明是即将要进入夏天的五月了 但是却因为一波冷风 下起了大雪 树木和路牌都覆盖银白的雪 不说还没人相信 这是即将进入初夏五月的天气 受到一波冷风袭击 周六德国中部哈刺山海拔700公尺高的地区开始下雪 最高峰布罗肯山和附近的山城 建筑物和植被就像铺了一层白色糖霜 现在已经是不习惯了 但其实是不习惯了 德国气象局表示 这波冷风将会往南移动 威力持续到当地时间周一 到时阿尔卑斯山可能出现20公分积雪 入夜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 大新闻 郑宇轩编译 而在日本这个地方也是有厚厚的积雪 是在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 栗山黑布雪之大谷 每年都会有雪墙景观 今年更高达了16公尺 吸引不少观光客来朝圣 被白雪覆盖的高山 一条公路蜿蜒而上 这是日本富山县著名的雪墙 栗山黑布雪之大谷 美景媲美欧洲阿尔卑斯山 海拔超过2000公尺 一向有日本屋脊的美名 今年雪墙高达16公尺 顶着摄氏零下一度低温 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大开眼界 社群媒体的分享 也让近年来游客大增 去年98万人次 比前一年增加了5万多人次 预计今年还会突破百万人次 游客众多 栗山黑布观光诸事会社也提醒 为了安全和保护环境 禁止使用空拍机 否则将删除所有档案 大约新闻女方编译 英国的一则喜讯是哈利王子的妻子 梅根·马克尔 在6号顺利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宝宝 由哈利王子亲自出面 宣布这个好消息 英国伦敦电视塔上的跑马字写着 是男孩恭喜哈利和梅根 就连伦敦也点起了红蓝香尖的灯光 欢迎皇室的新生儿到来 哈利和梅根是在去年10月15号宣布怀孕的喜讯 但是宝宝的性别一直是保密的状态 甚至连哈利和梅根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想要当作一个惊喜 而宝宝的重量达到3260公克 哈利表示他们还在思考儿子的名字 几天之后就会对大家公布了 医疗相关讯息 喜欢种花草的人可要多多注意了 因为有些植物其实具有光明感性 当您沾染到了枝叶就晒太阳 皮肤容易会变得焦黑 而有光明感性的植物 像是柑橘类 芹菜 香菜 无花果等等都是 在高雄就有一名陈小姐修剪了无花果的树叶 两三天之后手部竟然焦黑 甚至是起了水泡 修剪无花果树 但乳白色树枝滴满手 陈小姐不知道还持续在烈日下整理花草 一天两天三天后它颜色开始变深 它一直颜色变深 我没有去处理 然后后来它开始长水泡 两手多处焦黑起水泡像是烫伤 就医后才发现是树枝引发的 感光物质浓度如果大量聚集在皮肤 我们对皮肤的紫外线吸收就比较强 那当然就融会造成皮肤的光明感性 无花果之一当中含有大量感光物质 却很少人知道 无花果九层塔还有柑橘类的柠檬 金桔柚子都会 尤其剥柚子皮时最容易沾满手 更得小心 但这也跟个人的肤质有关 如果你的肤色是主意比较浅白色的 比较类似像白人的 你更要小心 因为表示你的皮肤对光的抵抗力 跟光的敏感性会更高一点点 肤色浅的人得更小心 碰完这些植物一定得先洗手 才能避免感光过敏 大约新闻 陈一正成立委高雄报道 说到了凉血压 通常想到的姿势都是坐着 但其实根据不同的族群 姿势也是会不同的 像是如果您常常在变换姿势的时候 有头晕的问题 凉血压时就要先站着量一次 间隔几分钟之后 再躺着或是坐着再量一次 比较前后量者的数据 如果差距过大 就可能是有姿势性低血压的问题 观测健康状况 凉血压是基本方法 而民众在测量时 通常都是坐下来 坐着量要心脏跟手的位置要平高 那如果站着量是不是会 那就会产生不准 凉血压常会想到坐着最准 但如果是要检测姿势性低血压 还得站着量 站着两一次 站着大概三分钟 三五分钟左右之后 然后再躺下来再去测第二次 两次测量必须间隔几分钟的时间 再比较量者数据 如果收缩压相减差超过20毫米拱柱 或是舒张压差超过10毫米拱柱 就是姿势性低血压 年纪比较大 或是说有一些比如说神经疾病 有一些拔精神失症的人 或是有一些吃一些神经科的药病人 尤其是高血压难以控制 有在服用一些假型的一些交感抑制剂人 那些人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状况 医师表示主要是交感神经老化 或受到药物影响 导致患者在变患姿势时 无法马上将血液输送到心脏 产生晕眩甚至跌倒 因此提醒患者常有头晕症状 就要慢慢改变姿势 或是请医师调整血压药物脊量 大家新闻林里底妮华台北报道 脚也会中风吗 一名75岁的老先生脚痛了5年 却始终是不以为意 直到有一次真的是痛到睡不着 也没有办法走路 才赶紧就医 发现就是罹患俗称的脚中风 紧急治疗才免于截肢 不止脑会中风 脚也会中风 75岁的刘伯伯 5年来一直都有脚痛问题 以为不是大病 靠贴布和止痛要缓解 突然脚痛得受不了 赶紧挂急诊 半夜 躺也不是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整个都没办法睡觉 自发病 我本来以为是 给他看急诊室 看大概又回去了 就医后发现是下肢动脉酸塞 也就是俗称的脚中风 有别人传统方法 开刀把造成血液堵塞的血栓拉出 新科技利用超音波的 围导管振坡法治疗 超音波的能量发射出来 可以帮助我们把血栓可以有振碎 超音波的血栓 你干振碎之后 它对于人体药物的吸收 就会变得比较好 医院为刘伯伯局部麻醉 从鼠西部把一条 像是钓鱼线的导管放入 类似皮肤雷射 用震动击破黑色素原理 来震碎血栓 医生特别提醒 有三高缺乏运动的中年人 是罹患脚中风的高危险群 如果脚部疼痛 超过一个星期都没有改善 就要赶紧到大医院检查 大医院陈利安科兴治台北报道 还有一名41岁的先生 没有冠心病 也没有三高病史 却在工地搬重物时 突然昏倒 失去了呼吸心跳 医师仔细检查之后才知道 原来他有长期饮用烈酒的习惯 41岁廖先生回诊 状况良好 一个多月前 他在工地搬重物 失去意识 没了呼吸心跳 幸好第一时间急救得宜 送医救回一命 料先生没有心脏病史 检查发现 他不是典型心肌梗塞 血管并没有任何疑似 或是明显的阻塞 都是相对的畅通 但是心脏的状况 是相当的大 所以这是一种 我们叫做扩张性的心肌病变 不是常见的冠心病 也没有三高问题 但是廖先生 长期饮用酒精成分 30度以上烈酒 时间很久 然后他喝的都是属于 比较高浓度的酒精饮品的话 那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成年人心率不整休克 大多因为冠心病 血管狭窄阻塞引起 这种长期饮酒引发的 扩张性心肌病变风险 则容易被忽略 不可不慎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护理人员在工作的时候 除了工作上的专业 还得在第一线 接触病患和家属 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因此他们的心理压力 是相当的大 为了能够让护理师 有个安全的情绪宣泄管道 北荣就首创了一套 护理师关怀平台 恩天使 我这两天比较 因为可能被隔离 而且隔壁床也就设算隔价 要注意患者伤口的处理 术后的照料 就连病患和家属的情绪 也要一同包办 白衣天使的忙碌与压力 可想而知 病人家属情绪上的反应 就是一些比较负面不好的情绪 他们会可能对着我们 释放宣泄什么 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 要试着就是去 在帮助家属做一个情绪的宣泄之外 然后让自己也不要受到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 压力很大的原因是同时这个时间点 同时有一床两床 或是很多床的病人都是需要那个时间点做不同的治疗 病人端或是家属端 可能他们会觉得我的家属 我的病人就是最重要 那在这部分其实就是沟通 沟通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 是姐弟也是占有 因为了解彼此的工作内容也是最好的倾听者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如此幸运 有一个信任的倾诉对象 好在这些无处宣泄的情绪有了恩天使的协助 这个关怀平台就是提供即时的 他们可以即时的去做一个沟通 把那个纠结在心里的那个情绪可以舒缓 我们里面还有建了一个功能键 要求助他需要有一个真的人去做会谈的话 或咨询的话 他可以自己选择 他可以用电话或者是用email的方式 手上针对护理师的关怀平台导入AI智慧 能够提供适当的抒压方式和相关参考资料 减缓护理师的压力也才能给予病人最好的照顾 大约新闻雷亚李健宽 台北报导 专题报导翻书运动 看到现代人的读书形态是大幅改变了 像是在网路上就有读书会大串联 运用更有效率的读书技巧分享心知 大家好 我想介绍我最喜欢的书是 龙格写的红书 我要推荐的一本书是 《易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 我今天要推荐的一本书是 《天下杂志的21世纪的21堂课》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 麦可罗区格西所写的《当和尚遇见钻石》 我从18岁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重新阅读 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它有点像是我人生日记的一个回馈 第一个 它教你如何正确休息 第二个 如何使用好的学习方法 第三个 你要怎么样 让你每天都拥有很大的生产力 这本书在讨论AI或者是生物技术 已经进步了很多的时候 那人类怎么去因应作者 认为人类太忽略了AI对我们的冲击了 它把古典中国的金刚精的智慧 运用在商业里头 那所以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甚至是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 让商业获得巨大的成功 将近30位上班族 下班后赶来这里读书 他们不是为了准备高普考 而是真心想要透过阅读 提升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有开一家小公司 所以看其实第十章 就已经看得快要流眼泪 就是它完全达到公司的一个核心命脉 就是人才 身为企业雇主 他透过两年的阅读训练 扭转惯性思维 因为我是非常主观的人 我始终觉得照着我的话 照着我的思想去做 做到最后绝对都是读 这两年在书分联盟 尤其是大书读书会以后 我会很坦然地接受很多不同的观点 然后会发现说我的人员变好了 也有人从一开始不知道 怎么把书读进去 到最后跑去读EMBA 就从第一个字看到这一个字 然后看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在干嘛 所以现在看书就大概知道说 整个书的架构是什么 然后再针对想看的部分 再去深入研究 掌握努力追求的机会吗 掌握手上的机会 掌握手上的机会 还有刚出社会没多久的小资女 来这里找办一起读书 其实自己一个人看书是蛮无聊的 透过这样接纳场合 就是每个人读自己的章节 片面支持 然后要给他们有解释的空间 我觉得是一个充分交流的一个场合 我只读的是这本书 念读到其他人的书 分组负责读不同篇章 再各自把读过的内容报告出来 这个方法看似传统 却是创办人林扬诚 在两岸三地传授给各大企业 如何阅读一本书 这本书已经出来六十年了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还没有一本书 在阅读上面写得比它好 那它在书里面有介绍 读一本书的最佳层次 叫做分析阅读 我们称为叫E3E 就是你读完这本书 你可以用一句话 一段话来介绍这本书 然后提页书三个重点 然后会找到一个知识点谈 去想怎么用 这个是读一本书的最高境界 将E3E的诀窍写在便利贴上 这个过程也就是他所推广的 RSC阅读的三大核心价值 一本书你少说也要读个 一个礼拜吧 可是你读了它以后 你还是会花时间去想一下 边看边想边看边想 我觉得那个深度跟沉稳 其实是相对的时间 所养成出来的 面对这是快速流通的时代 现代人到底该怎么选书呢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 已经出现了知识型的YouTuber 他们就是用说书人的方式 来为大家说书 动辄上万人次的点阅率 已经在年轻族群之间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总之在这书里面提到 书本的最后 现在的书是要找出 跟读者之间的连接关系 怎么把这个书的精彩度 在很短时间之内 用特殊的方法 就是让他可以看到 这书的重点 跟它的奇妙的地方 当我把这本书的有趣点 帮你整理出来 会让你引发兴趣之后 你下去读阅读以后 就开始看一本书 我觉得效果就会发生 当阅读不再局限于 一个人的丹书思考 新时代的眼球运动 早已经进入技术分享 和社群串联的新纪元 这样的阅读革命 正在你我之间悄然发生 此季新泽西分会 首次举办了潮山 有87位志工一同参与 圆满活动 佛号声中 80多位志工三步一跪拜 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脚下的薄油露 碎石子多 身体的病痛也是考验 像那个跪下去膝盖痛 也尽量努力地做 完成今天的这个任务 想到我爸爸 因为爸爸去年十月往生 所以我就是念佛 然后祝福他跟佛菩萨 他可以在那边听清佛法 新泽西分会首次举办潮山活动 前一晚下大雨 曾经让志工们很担心 早上大家一约前来 心智坚定 每一步都踏实 负责执法器的志工 也从一开始的不安 越来越有自信 你很有信心 把法具敲下去的时候 真的大家都很整齐 所以我自己就是要自我警惕说 做任何事情都要非常地专心 第一次施的 给大家已经非常欢喜心来潮山 感恩真的 这一次第一次 大家真的能够圆满 这次的潮山的活动 一同完成首次 在新泽西分会的潮山活动 清静的心灵 如同感受到的欢喜 这也是给彼此最大的祝福 大家新闻 黄英怡 王旺康 美国报道 马来西亚槟城慈激幼儿园 有一个蔬果护照活动 109位小朋友在一个月内 吃素达到81餐以上 能够在30天内 吃素81餐就能够领到徽章 今年在槟城慈激幼儿园 有109位小朋友完成任务 从4岁那种懵懵懂懂 然后到现在他们 已经自己很懂得 为什么他们要吃素 他们从以前的很多叉叉 到现在他们可以坚持 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个活动 他一直回来 他每一次都会告诉我说 不要再吃动物了 吴启阳今年第三次参加 终于完成了素食88餐 为什么你会坚持吃素呢 就第一次 爱动物 那如果我们有吃素的话 会怎么样 其实我还送他去安清班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忘记了 告诉那个老师他要吃素食 他自己本身去跟老师讲说 不吃肉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坚持 因为地球生病了 我们要救气球 虽然蔬果护照活动已经结束 6岁的孩子坚持每星期 还是要到弟弟妹妹班上劝素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爱护动物 带来新闻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 今天也是持续下雨的天气 气象局针对了新北市 宜兰南投山区发布大雨特报 民众出门 记得要攜带雨具 另外强风特报的部分 则是针对了台南以北 东半部和外岛 可能有8到10级的强震风 接下来关心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带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